我是来自94354部队上校飞行员哈利勇 2000年11月2号成为预备党员 2001年11月3号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我对党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 就是从小的话 就是看咱们思想品德啊 里边的英雄人物 那么这个稍微大了一点呢 我就看了很多这个英雄题材的这个节目 很受感染 当时有了入党的强法以后 一直坚持了到最后上进校入党 当时我们在沈阳泡云学院 我们相当于属于地方大学入伍的这个学员 第一年完成了三个转变以后 俗逼入党 当时感觉也是非常光荣 入党那天天气很冷 我们沈阳泡云学院是原来东北讲武堂的旧址 老式的建筑 配着这个满天飞舞的雪花 显得格外的树木 在完成转正的这个过程中啊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教导员 在最后反问了我们几个问题 说你们今天将成为一名正式的党员 你觉得你和党员的要求差距还有多大 在以后的工作中 你们应该向哪些方向决定 今年到明年要有哪些改变 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我当时本来是一个非常兴奋 高兴这种情绪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压力很大 当时我就想到了 在朝鲜战场上身负重伤的老战士 我感觉我和他们之间的差距还很大 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 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名党员 我当兵已经二十几年了 从陆军到空军 各种这个演习演训 动达任务 包括立功受奖 也有一些 但是如果谈到让我最自豪的事的话 我感觉就是 我们刚成为一名党员的时候 我们在清理一片废墟的时候 就遇到了一个麻烦 一个类似于半地下这种地窖 当时门已经被堵住了 只剩了一个入口了 这个时候队长就说 组成一个突击队吧 我是党员 我当时想都没想 我直接就跳进去 这个事情呢 就是非常小 但是给我留下的 这个印象非常深刻 我感觉我作为一名党员 我能带领大家 一起克服困难 完成任务 就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记忆犹行 我觉得党员是来自于人民 扎根于人民 党员就应该 本着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我们作为基层的普通党员 就应该立足本职工作 关键时候能充分上去 能影响更多的人 那就是一个基层党员 应该做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